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航空工业省废的原董事长 他担任了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 让这款航母舰载机成功飞向蓝天 2012年11月25日 那是英雄凯旋之日 也是英雄离去之时 罗阳走了 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罗阳是怎样的一个人 平时看起来那么精力充沛的他 怎么会突然病逝呢 2012年11月25日上午 大连港码头锣鼓齐名 采旗招展 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 着舰任务的辽宁舰 乘风归来 94分 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 慢慢走向了险堤 25号 我又到大连去 迎接我们凯旋的工程们回来 这个时候是我们见到罗总的最后一面 然后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 心脚痛 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有存在的 然后实在扛不住了 他就跟我们的组织者说 说今天晚上的庆功会啊 我就不参加了 请我们党委书记带我去参加 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 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 快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不行了 然后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抢救 诺杨同志 隐心机梗死 不幸病逝 晚上我们散步的时候还在说 沈飞公司未来怎么发展 既改改改改改哪些技术基础的条件 为我们将来生产飞机怎么办 就是说一直都在想着工作 所以说给我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很脆弱的 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就太突然了这种感受 运送罗阳遗体的灵车回到沈飞的当晚 厂区和家属区的道路两旁 数千名员工早已排成长队 等候在路边 人们自发组成车队 打开车灯 为罗阳照亮回家的路 让罗阳同志最后 看一个他身前人机站到了过的地方 罗阳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国人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转达对罗阳同志的神气哀悼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指示 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 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英年早逝 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 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 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 广大党员干部 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 2012年 国务院追授罗阳同志 航空工业英模 中组部追授他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他 全国武一劳动奖章 工程深死 为国捐躯之悲壮 莫过于此 罗阳走了 带着对党 对祖国 对人民 对航空工业的 无限眷恋走了 但英雄虽然谢幕 他的精神却将长存 除了为歼15舰载机的研制 立下赫赫功勋以外 作为航空工业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曾经的董事长 罗阳用人生的最后五年 实现了多个型号 新机成功首飞 从陆机到舰载 从三代机到四代机 带领沈飞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第一 那么罗阳是如何带领沈飞 创下这样的传奇功绩的呢 有这样一个儿子 他总是忙 总是忙 老母亲却并不知道 他在忙什么 直到最后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母亲看到了一本纪念册 他端详着儿子 重新认识着这熟悉的儿子 原来儿子忙的是真正的国家大士 他是国家的儿子 这里是为航空工业 沈飞原董事长罗阳 专门建立了纪念馆 馆内详细地记录了 罗阳同志 立志航空 现身航空的传奇一生 在纪念馆路程后不久 罗阳的母亲吴传英老人 和姐姐罗明 受邀来到这里 在每幅照片 每个展柜前 吴传英老人都会驻足 停留片刻 人们把罗阳生前用过的办公桌 也搬到了这里 重现了他生前的工作场景 墙上的挂钟 则定格在他心跳停止的那一刻 罗阳用自己的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 诠释了什么叫爱港敬业 无私奉献 什么叫刻进职守 无负重夺 这幅围棋是罗阳生前用过的 他喜欢下围棋 因为他喜欢这种冷静思考的过程 和整体统筹的挑战 对于企业管理也是如此 航空工业沈飞 作为共和国航空工业的长子 一直承担着多项国家重点型号任务 工作的复杂性 检距性 风险性 不言而喻 我像罗总 我每天的行程 在本上都记得满满的 几点几点 要开会 几点几点 只要有人跟他汇报工作 然后我们在身边工作的话 这种压力特别大 他是全年几乎是没有休息日的 周六周日他都来办公室 有的时候任务接电比较重 或者是现场有一些科研事项的时候 他半夜我们要陪着他也要到现场去 你想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连续的飞了几个的重点型号 实际上每一个重点型号都是有压力的 都是有节点要求的 而且这种 节点的这个要求 跟我们现状的这种实际之间 实际上是有差距的 你不去努力的去蹦一蹦 去够一够 你还真正把组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还真是 靠着大家的这种 苹果 靠着整个菜研单位之间的 大力的这种协同 那么最后能够把它完成 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提升效率 洛阳强化项目管理 大力实施并行工程 大胆采用新技术 组织布装 总装和是飞三大战役 有效缩短了研制周期 某重点型号 从设计发图结束 到成功首飞 仅用了十个半月的时间 创造了审飞速度 技术难度是最有力的对手 他创新管理模式 在较短的时间内 突破了多项关键制造技术 实现了仿真 柔性装备 精准制造等先进技术的成功应用 参与组建了 具有新一代研制能力的 心机快速试制风心 研制任务量大 是最沉重的绊脚石 他签订责任状 发布总经理令 设立总经理特别奖 评比每周之星 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 极大的调动了职工的工件热情 凝聚了人心 超常规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展示了沈飞力量 撇开罗阳作为航空工业 沈飞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 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戴着眼镜 说话儒雅平和 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古板 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 戴着一块旧的垫子手表 连表带都不是原装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 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 敢惊天动地之事 做默默无闻之人 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 罗阳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呢 身为航空工业沈飞藏经的董事长 罗阳让人念念不忘的 除了出色的工作能力 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会关心一线工人的范 合不合口味 会在熟久寒天 为是非线上的机务人员 买暖腰宝 会为加班的工人 准备行军床花露水 但是他在关照他人的同时 却常常忘了自己 吃穿要求都特别低 平时我们外出出差比较多 有的时候坐车上外出差 就是路上在服务区 这个小饭店里头 点点什么比较喜欢吃的尖椒干豆腐 炒个什么鸡蛋炒大葱 对于自己的穿着这块 他要求也不高 常年都是我们审栏公司工作服 工作服裤子 我们两家住楼上楼下 他们家仍然还是15年前的装修 一点没有改变 家具都是旧的 有人讲我们不敢相信 罗阳同志还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 这么多年来 他只顾工作 完全忘了自我 再套用一句 罗阳同志夫人的话说 他最后走的 连一点时间都没给自己留 连抢救的时间都没留给自己 就连工作辛苦 他也总是看得到别人 却看不到自己 审栏公司的终点信号任务都完成 长期的加班加点 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 很多人吃住在现场 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 问他的时候 他都说我们这个单位是保密 工作都不忘家里说 等到我们这个美日之星 是吧 评想完了以后 我们组织部门 把那个美日之星的感谢信 送到家里的时候 这个家里的才说 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 那么您说了半天都是说的是员工的事 我发现您不喜欢说自己的事 自己也不是 自己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在母亲的眼中 罗阳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 虽然她从来不跟母亲提工作上的事 但是当母亲的总能感觉到她的压力和疲惫 我就感觉到她喊力 有时候到了我那里 你就在我的窗上 她一来就喊力去躺躺 有时候她的任务完成了 我就知道我才可能 她就要上楼的时候 吹点哨子上楼 那就说明她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这次航母舰载机的任务 罗阳完成得非常漂亮 但这次母亲却没能等来而在 愉悦地口上声 有人说 讨厌一名干部是不是优秀 就要看在荣誉面前是抢还是让 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 在罗阳笔记本的飞页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 航空暴博是使命 不是荣誉 罗总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荣誉面前 他肯定是把他的下属 他的同事推在前面 他说法就是 活都是大家干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我觉得这就是他心里头那个理念 觉得荣誉不是他作为审讯公司 一把手一个人干出来的 是这些一万多名职工 这些那个中层领导干部 带着大家干的 所以他总觉得这种 于是大家的 这是罗阳的笔记本 除了做工作笔记 他还经常在上面 写一些心得体会 在整理罗阳遗物的时候 家人发现了这样几句话 要多为他人着想 要善于观察他人的长处 要善于听取他人的观点 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不以批评的口气和他人说话 尽可能地少发牢骚 更不要疯似挖苦他人 来发现自己的不满情绪 所以我觉得我的儿子真是 每年的清明世界 航空工业的员工们 都会自发地来到 罗阳的雕像前悼念 站在雕像前 那位总是笑容谦逊 一身蓝色工作服 永远整洁立入 浅色眼镜后 目光柔和坚定的总指挥 好像未曾走远 遥向对面就是沈飞的总装车间 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 都会从这里推出 从罗阳的眼前经过 这是对罗阳最深情的告慰 这是我们航空人的飞机 这是我们中国的飞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们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其实向罗阳致敬的最好方式不是悲伤 而是起而行之的力量 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力量 那是中国的力量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